俄乌战争两年 治好了全世界的恐恶症 2022年以前 俄罗斯是个让全世界惧怕的国家 它的军事威慑能力从苏联时代延续至今 尤其是超过6000枚的核弹头 让任何一个国家不敢与其爆发军事冲突 似乎在当今世界 只有俄罗斯欺负别人 不存在别人欺负俄罗斯 在俄乌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 全球所有的专家和学者 包括普京本人都认为 战争会在几个月内结束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毫无悬念 然而再过两个月 这场战争将整整两年 那个让人惧怕的俄罗斯不见了 原来俄罗斯的坦克战车导弹飞机都能被击毁 俄军的作战思路也依然传统 大部分核武器因为疏于保养无法发射 并且被北约严防死守 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惧怕俄罗斯 可以说全球恐恶症就这样被治愈了 主治医生是泽连斯基 主刀的是乌克兰军民 提供医疗费和手术器械的是欧美及其盟友